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我是白露。这期节目本该是白露的第一期节目。白露是在2018年4月正式进入加密货币世界。那时候,2017年的大牛市的余热还没有消退,EOS的超级节点竞选成为了新的热点。 白露参与了一个竞选EOS超级节点的组织,但是和其他的团队实力相差太大,后来该组织自行解散。事后想来,白露最大的损失是EOS价格从24元涨到了150元,却舍不得卖。 白露是在2018年的寒冬中才卖掉的,即使是现在,EOS价格依然只有22元。在2018年中,那时候第二火爆的是IPFS矿机,和现在火爆的Fillcoin矿机一样,这个项目又延弃了两年。 而且在配置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了需要巨大算力的科学计算集群。 那时候,我曾托管的IPFS矿机,骗子早就没影了。 要是白露第一次投资粉丝本金,当然,在这个混乱与居于并存的行业,白露交的也不会只有这一次学费。 真正糟糕的是,在2018年底,白露在算力方用剩余的现金买入了DCR德性币的云算力。 那时候的白露对云算力和挖矿的理解还非常浅。 对矿机和算力的变化不了解,甚至连货币三家都没有做。 在蚂蚁矿机的新型DCR矿机和2018年熊市的冲击下,白露血本无归,身上没有资产,只剩下负债。 2018年给白露最大的启示是不要负债投资,因此我再也没有加过任何杠杆。 我很幸运,我的父亲是个对新技术非常支持,和对我非常宽容的人。 他在2019年的春节给我提供了资金。 我经过仔细的计算,认为当时的B&B被充分低估了,我就把手里几乎所有的钱都买入了B&B。 非常幸运的是,2019年的牛市正是以B&B交易所的AEO开始的,但是2019年白露却没有赚到钱。 一方面是怀掉之前的债务,一方面是白露卖B&B卖得太早,在前高24美元附近就差不多卖光了。 后来被迅速突破1万美元的比特币吓到了,买了比特币现金希望能补涨,牛市结束就开始了迅速的下跌。 白露依然没有赚到钱,不过没有负债,人还是很轻松。 2019年给白露最大的启示是,在牛市结束时不要拿币,区块链的机会还有很多。 到了今年的312,比特币市场迎来了闪崩,白露承担了最大一半以上的回撤。 不过幸好家运货币市场的复苏速度非常快,到了5月份,白露就重新开始盈利。 之前的阻力仓为拿的都是火币HT,后来以太坊因为去中心化金融火爆开始爆拉,白露判断以太坊是本次的牛头。 白露在320美元的时候,全仓换成了以太坊,然后在440美元卖出,目前在390美元全部买入。 白露认为,按照2019年的经验,以太坊的牛市还没有结束,这只是一段调整。 不过如果今年的牛市很快就结束的话,白露也会毫不容易全部卖掉,毕竟赚钱了,就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白露在今年4月份,重新开始在知乎、庇乎、自己的公众号等内容平台创作,连载我的白露矿业报告。 白露今年也投资了一些新矿币,H&S、ZKP,对他们的生态进行了报道,以及在比特小路投资短期的比特币云算里。 非常高兴了解了很多挖矿的小伙伴,他们普遍手里都有超过10台矿机,有用显卡挖矿的,有只挖比特币的,也有挖小矿币的,如H&S、ZKP,以及格林、比原的。 总的来说,今年都很顺利,除了白露曾经分析研究过的蜂鸟矿机H1,迅速被金贝矿机HS3击败,白露的Handashick用算力投资完全失败。 白露的知乎粉丝里,有最多说损失了超过10万人民币。 2020年,给白露的启示就是,新小矿币的第一代ASLC矿机不要投资,可能会被竞争对手迅速击败。 现在白露的预想是从原来的图文改成以视频为主,目前知乎视频以及B站,白露认为像我这样比较人格化的区块链视频创作者还是很欠缺的。 白露期望以后能一个星期做一到两期视频,白露认为未来一年也可能是这些平台上区块链视频内容创作的最后风口。 如果您觉得白露的视频拍得还不错的话,希望能给我一键三连,实在不行就点个赞吧,我们下次再见,梅花相自苦寒来。